大家好,欢迎来到21世纪互联中文远程教育网 本节课将向大家介绍一个实例 就是为图片中的汽车更换颜色的一个实例 这节课主要介绍Photoshop中的色彩调整部分 替换颜色命令的应用 在实际图片处理中,您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想对图片中的某一个物体某一个部分来替换颜色 这时候做选区就显得很麻烦了 而且有很多细节已经照顾不到了 那么我们就要先用Photoshop中的色彩调整部分 来进行对图片局部换色的一个调整 好,下面我们打开一幅画面 大家请看这幅画面中的主体物 小汽车是一个绿色的小汽车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一个红色的小汽车 那么该怎么办呢 做选区来一步步调整 那么高光部分和暗部这些反光 那怎么处理呢 这恰恰表明选区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应用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寻求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换色的问题 那么Photoshop中呢 既然要替换它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从颜色来入手 选择图像菜单下的调整中的替换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替换颜色的面板里面有很多选项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色彩调整步骤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应用替换颜色这个命令 来为这个绿色的小汽车来换颜色 首先要点中这个吸管工具 它跟Photoshop中的吸管工具基本上是一样的 主要功能呢 就是占取图片中的颜色 为颜色来取样 大家可以多算几个地方 来试验一下它的取色功能 这时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览图中 如果你选中哪个颜色呢 那么它相关联的颜色都会被显示成白色 或者近似于半透明的灰色 那么在预览图中所显示的白色 或者是近似于半透明的灰色 这证明呢 你可以对这部分进行颜色调整 我们来调整它的色相 大家请看图画 它现在已经对这部分进行了一个颜色的变换 那么下面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绿色的小轿车换成其他颜色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要调整 颜色容差 调大一些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预览图中 近白色和灰色的部分越来越多 那么证明调整的范围呢 是越来越大 您可以把颜色容差 理解为控制调整画面主体物颜色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工具 那么下面我们来调整它的色相 也就是替它换色 大家可以看到 小汽车呢 不论是高光部分 还是它的暗部反光部分 都已经偏红色了 但它周围环境色 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而且小汽车的细节部分 也都跟着变成红色了 里面的车窗及车座部分呢 虽然是整幅画面中 但是也没有发生任何颜色变化 只是对车体 你想调整的一些部分呢 发生了一些颜色变化 所以这是一些选区所达不到的功能 下面我们调整它的饱和度和明度 来完善这幅画面 饱和度呢 你可以调得高一些 使红色呢 更为深 在这点上呢 就是根据您所需要 画面的什么质量 或是应用环境来调节 调整完之后 按确定 那么小汽车换色呢 这个实例就已经自作完成了 通过这个实例呢 希望大家能明白 在一些图片中呢 你可以用色彩来作为一个选区 来调整它的颜色 而不一定非得把它做成选区来调整 但是我们可以用色彩来作为一个选区的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用色彩来作为一个选区的颜色